原标题陈赫发际线上一亿百米秃顶指日可待网久 都长嘴上的秃顶对于一个男人而言 似乎就是年龄的象征很多男人开始变老的时候 就会慢慢的开始脱发 这也是一件非常令人伤感又尴尬的事情 当然现在很多人也开始正视这件事情毕竟秃顶的人 似乎也随着压力的增大 也变得越来越多 而现在也不排除有些年轻人就开始疯狂的脱发 徐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好了今天小编不跟大家说 徐征我们要说的是陈赫 陈赫是很多人喜欢的邪星 因为一部爱情公寓大火 跟前妻的爱情和婚姻也令人羡慕和支持 但最终两人似乎因为家庭关不同而分开 也是令人非常惋惜 也因此 陈赫背负了好一阵的骂名还好 现在的陈赫被很多人理解 也因跑能而受到大家的喜爱 和欢迎看了爱情公寓大电影之后 我们似乎很久没有看到 陈赫的新作品了 最近的陈赫 似乎也一直在拍戏 这部他更新了自己的微博 并发了一张自拍职业 拍戏戴了两个多月的假发了 感觉发迹线上移了一百多米 还有两个月 突 顶指日可待 照片中 陈赫聊起了刘海明星拍古装戏的时候 尤其是男演员戴假发 就会将自己的头发梳上去时间久了 自然就会对发迹线有影响 也难怪他戴了两个月的假发 会担心自己的发迹线上移 哈哈哈哈哈哈 但是照片中的陈赫的形象 似乎跟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 陈赫留起了洛塞乎 看上去成熟了不少 但是小编 则认为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发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